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支一件极具创意的女士的套头上妆 说她极具创意是因为通过这种编织形式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个启发的作用 抛砖引玉 通过它你可以就圆形的这样的一个主体 然后展开更多的新想法,更多的设计 好了,我们来介绍她的相关情况 这款设计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 有同学老说你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因为给大家要找出每一页来,我要背课 所以这位这呢卡的书签啊 我们找到它,实际上它放在打开书封面以后的第一页上就是这款作品 你所看到的模特现在穿在身上的这一件 正是我们现在要为你讲解的啊 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件服装 好了,我们看啊,它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学过编织或者织过毛衣的同学啊 如果你织的是普通的那种套头毛衣或者是开山 可能还不是能够非常的理解这款毛衣的这个设计点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编织高手,是一个行家 一定会对这款作品啊,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首先来说,打眼一看,它中间是一个圆形,对不对 再仔细看,正中间的位置,边上还有小小的这些纹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啊 很多同学只要一看到这个纹理就知道啊 这不就是起了八针,环形向四周支,给一行加一针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圆环效果,圆圈效果吗 没错啊,如果你能猜到这一点 下面所有的问题都不复杂,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啊 首先来说,它的确是从正中间起的针 而且是环形向四周支 通常情况下啊,我们认为的环形都是给它织成一个长筒,对不对 但是这款不一样啊 所有的圆片都是环形支的 但是它织出来的是片状,而不是铜状啊 首先来说,我们要在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给它一共起八针 这八针怎么起呢 给同学们讲一下啊 大家尽量呢,用勾针相配合着来起针啊 我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勾针来给大家讲解啊 好,首先来说,我们拿出线来的时候啊 找到线的一头 然后呢,就可以给它直接的起针了啊 起针的方式呢,同学们看啊 我们就在手上这样给它绕两下 看到了吗 绕两下之后呢,把你这个从这儿过来 把这个长线从这个位置勾过来之后啊 注意看 勾过来之后,按住了,然后再勾一下 好了,这就是你起的第一针了啊 然后进去以后 勾出来以后 不算啊,要再勾一下 好,这就是你起的第二针了 注意,会勾针的同学啊 一定要注意啊 你可千万别把这两针给它一块儿勾在一起 那是不行的啊 再进入,然后勾出来长线 然后再勾一下 每次就是勾两下啊 你看,这你就起了三针了 明白了吗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将这八针都给它起好 你看 现在已经起了四针了,对不对 第五针,依然是给它 穿入到这里边来 然后勾出来 然后勾出来之后呢 要再勾一下 你看 有同学说,哎呀 一到这儿我都不好进针了 没错,谁都这样啊 这时候你就需要拿支针来 把你勾好的这些 给它转移到三根支针上 或者换句话说啊 如果你用的是环形针 那是最好的 用环形针就是后期的时候 涉及到一些不太好操作的地方 你真的这个角度不好调整啊 但是如果通常情况下 给大家讲解就是 一根针上 一根支针 支针上啊 三针,另外也是三针 第三根支针上两针 这合起一块八针 就是八针了啊 好了 假设都合好了 合好之后 拿第四根支针 向外编织 每一针都作为加针点 隔一行在加针点的一侧 永远都记住啊 这一针是加针点 我们每次加针都是在它旁边 记得了吗 每次加针都是在它的旁边啊 隔一行 在加针点的旁边要加一针 一共加二十次 记住了吗 另外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有学生说了 哎呀你要这样都起完针了 这八针完成之后 岂不是你的这个位置中间一个大大窟窿了吗 才不会呢啊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绕线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阶段 所以你都完成之后 你看像我这样看到了吗 只要你使劲拉扯一下 你的这个线头 其他的位置啊 就自然把你这个中间这儿给它封到很整齐了啊 你看 甚至我用这样的方式啊 都能够再继续给它把剩下的针呢 给它起完 看 还差最后一针 就是第一针啊 稍稍有点不听话 但是其他的针数啊 你看我都已经给它展开了 每一个地方非常明显啊 你看 就是第一针跑到这底下来了 在这 看 我们可以通过拉紧短线头啊 别拉别处 拉紧短线头的形式 将中间那个孔洞给它弄小 然后其他位置啊 你起的这个八针 你看 就像一个小花朵一样 它就自然的向四周已经散开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好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完成之后 我们把针都穿好 向四周环形之 记住 只要是隔一行 就要在这八针的其中一针的旁边加针 永远在这一针的旁边加针 记住了吗 你看 就如同它 只有这样加针才会出现这个痕迹 不要加错 你看这个痕迹多明显 每次都在它旁边 每次都在它旁边这 加针加针加针 可以行加一次针 可以行加一次针 换句话说就是 每两行加一次针 一共加二十次 换句话说 也就是你这一整圈下来 一圈你加了八针 下一圈你不加原样之 再下一圈你又加了八针 再下一圈你又不加 还是原样之 记住了吗 永远是这样 周而复始的 向上这样环形之啊 好了 当我们环形之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半径 半径可别量这个 这个加针点的形成的这个 这个形状啊 不要量它 因为它已经是啊 有这样一个特点 风车样的弯过去了啊 所以我们不要理会它 而是直接个麻 直接拿尺子来量 从中心点到边上这啊 我们一共给它 支十六厘米 看到了吗 十六厘米啊 也就是当半径已经达到 十六厘米的时候 我讲的是半径啊 而不是直径 因为直径不好量 怕出问题 半径到十六厘米之后 我们就要改了 改成什么了呢 之前我们支的都是正针啊 看 之前支的都是正针 但现在我们要给它改制 锁面 求求针 在这呢 一行正一行反 一行正一行反啊 当进行到第二四 第六行的时候 在正中间 我们正针那行 给它支小球球 看 小球球之间 相隔多少针 同学们把这张截图截下来啊 原款是在这一个位置 一针的前提下 给它评价五针出来 然后向直五行 第六行 给它收成一针啊 但是 我之前给同学们介绍过啊 那样的编织方法 整个球球呢 那会显得什么呀 不够饱满 也不够立体 所以 同学们赶紧的 关注上我 也就是说 加上我 然后来到主页 在主页找到 我的视频 然后使劲往下翻啊 翻到上个星期的 大概就是上个星期的位置啊 一个绿色的 我在给大家讲了 小球球的两种不同的编织方法 讲得非常详细 你最好用第二种 就给大家讲的这个啊 用勾针的方式 勾成了小球球 你看它极其立体 看到了吗 好 用这个方法 我们向上给它 织了四厘米长的 这个小球球锁链针 好了 注意 小球球锁链针 织了整个过程当中 不需要加针啊 因为它本身就有极具弹性啊 你看 极具弹性 而且像四周 它是散开的 好了 这四厘米也织完了 然后我们要进行哪呢 注意看啊 我们要在它的底边的部分啊 你看 它一共是分八份 现在很明显的看出来啊 一二三四 好了 这四份 不要缝 不要有后期的任何的动作 而是干嘛 直接给它收平边 松点收啊 一定要松点收啊 要让它有足够的弹性 有的人说 想要弹性干嘛不收机器边 这本身是正根 或者是反正的很平很直的地方 如果我们收了机器边啊 这位置就会变得跟狗刺牙一样 你不整齐了啊 所以我们要给它收平边 选四份啊 收平边之后 好了 四份往上走 同学们看啊 这四份往上走 走多少呢 走二分之一 你看 这里四份 一二三四 那么 这二分之一份 看啊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和从这儿到这儿 注意到了吗 二分之一份呢 我们给它缝合 说到这儿了 我们要按照这个方法 以后完成两个这样的圆片 看到了吗 两个啊 完成两个圆片之后 我们是给它腾出来了 四份别缝 两份上下各一片啊 两份各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各取二分之一的帧数 给它前后片缝合上 知道了吗 好 缝合上之后 然后问题又来了啊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要向上走啊 你看 这儿一个二分之一 和另外一个二分之一 包括这儿啊 这儿也是一个二分之一 和另外一个二分之一 实际上它们凑起来 也是一个完整的 但是它是在分界线的两侧这儿 所以这两侧呢 我们要给它收平边 也要松松的收 松松的收啊 也要收得非常的 收得非常的舒适 这个地方 要不影响你下一步啊 收完之后 这位置一定要记住啊 同学们啊 这位置不能碰 就正中间一个分界线的 左右两侧 这儿的所有针数 给它挑在支针上 留着我们下一步 要操作啊 前后片都如是 明白了吗 啊 这两部分一会儿涉及到 挑支领子 所以这儿千万不能收针 如果你收完针以后 再挑 首先 你挑的时候会不方便 第二 你的这位置盘性就不够了 整件衣服就不能够 穿着特别舒适了啊 为什么说我们的很多衣服 都很有创意 实际上 它的所有的细节 都成就着这些创意 如果我们有些地方 没有注意到 那么整件衣服 只是看着好看 还有可能就穿不进去 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 在看我教程的时候 一定要啊 详细的 认真的 观看这些小细节的提示啊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环节 前后都留了针 穿在不同的毛线上 给它系好 等待着下个环节 下个环节就是 两个袖子和 领子了啊 我会在下个教程当中 详细为你讲解 一定要来看啊